正義劍 林曉峰 麥銘師 這間出席由他們配音的電影 《Emoji大冒險》手印裡 麥銘師第一次參與配音 爸爸媽媽和弟弟也全家來撐場 他更含有的擠出事業線現生活動 這次雖然是搞笑喜劇 但義劍就說過程沒有笑料 實質很奇怪 當然那個是拍戲也好配音也好 這個類型可能是搞笑 但是我們在拍周圍的時候 可能是很嚴肅 因為其實又很認真 就是這個很反差很難掌 但是你聽出來已經蠻開心 但是在周圍的過程 我覺得就是我自己的覺得蠻有壓力 因為其實我最怕就是在錄音室裡面 留在這個時間很長 很封閉 對每一天我們三天才做完這個錄音部分 所以我覺得比較真的 對我來說是心疼 平常意見都很愛搞氣氛 所以這次是難得認真的工作囉 沒有 從來都沒有看過他認真的一面 這一次跟時間不一樣 也看不見 不一樣 都不是太認真 因為角色不是要太認真吧 只是我們拍那個 making of 對 那時候他真的很認真 拍的時候很認真 對 因為一個部分是沒有對白的 他真的一直在演 演配角色的過程 其實我們不是在配 我們只是在裝扮 裝扮的 賣名師第一次參與配音工作 就能跟大前輩合作 說要多多學習 不知道兩位前輩又覺得他表現怎樣呢 讚 當然是讚 謝謝他們 他們前輩實在是太看後輩了 太好了 對我覺得最搞笑就是 我以為可以跟意見跟Alo合作 但是到配的時候才發現 其實是我自己先配 那沒有機會跟他們可以學習了 沒有是 其實是因為我要求了 我要求就是我 我又看一看這個 Louisa 你配是不是真的很前輩的感覺 哎 原來真的是 哇 好像一個位很有經驗的前輩一模一樣 配完之後我就覺得學了很多 因為之前我們沒有碰過面 只是聽到那個新音 他應該是比較老成一點 原來他不是 他們說我老啊 不是老 是老練 人家好歹是港姐冠軍 你們要好好善待後輩才對嘛 從來都沒有 沒有交付過嗎 沒有 那時候我們吃完CUT就走了嗎 霞姨便當可以拿來了 香港報導 比安 はは 說 你 說